好,那我们以上讲到了七种觉知的就是七种现前 那现前呢,它就是用三个角度来就是做解释的 第一就是它的现象 第二呢,分类 还有呢,就是断针现象 分类,第三呢,就是各自分类的那个现象 那首先呢,现前它的现象,我们已经讲过了 那它的现象,那然后就是现前的那个三个条件 现前呢,它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 这个呢,已经讲过了 也就是说,反式现前,它必须要具备什么呢 理分别,无错乱,了知,这三种条件 都要必须具备的 那现象中的这个五,也就是理分别呢 理分别的这个定义呢,有四种,有四个主张 也就是说,有四种说法 这四种说法呢,不是外道的 不是外道它们的主张 大部分呢,大部分呢,是西藏的高生大德 还有呢,其他的,就是智者的一些想法 就是他们的一些主张 那第一,就是什么呢?那这个今天补充一下 第一呢,就是理分别的意思,也就是定义是什么呢? 有人说,不是分别,这就是理分别的定义 那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如果它是定义的话呢,必须是同意,两者是同意的 那同意的话,那必须要互相周骗 所以呢,因为它就是不周骗的缘故 所以呢,就不称之为它的这个定义 为什么呢?不是分别,不是分别的话呢 不周骗语,不一定是理分别 比如说,就这个嘛,提伯达朵,对啊 比丘提伯达朵 它虽然不是分别 但是呢,它没有理分别 它是有分别的 它不是理分别,是分别的 就是有分别的意思 所以呢,意思就是说 非分别 非分别不是理分别的定义 为什么呢? 反是分分别 不周骗语理分别 比如说,天秀 也就是说,提伯达朵 它是非分别 好,那第二呢,又有人说 远离分别智 是离分别的现象 那第二个主张 那第二个主张 他们说,就是 分别的自性 分别性的这个自性呢 是理分别的定义 是这么讲的 那这个也是不对的 那这个也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理分别的 理分别 反是理分别的话 那不周骗语 原理分别的智 或者是自性 比如说 理那分别的自正分 它是理分别 因为它是现前 所以那是理分别 但不是远离分别智 或者是远离分别的自性 为什么呢? 这个自正呢 它是 它所离那的分别的这个自性 是同体相属的 所以呢 不是远离分别的自性 但是呢 是理分别 因为它是现前 那第三个主张呢 就是远离分别之自繁体 自繁体和繁体是一样的 比如说 某一种法的繁体 跟它的自繁体是一样的 比如说 保平的繁体 范保平的繁体的话呢 它的例子只有保平 没有其他的 保平它本身就这样 所以呢 自繁体和社略学里面讲到的繁体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那远离繁体呢 远离自繁体 远离分别的自繁体 是分别的定义 那这个也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这里面讲的远离分别自繁体 指的是 不是分别的 不是什么分别的繁体 不是分别的繁体 称之为远离分别之自繁体 所以呢 那么这样一来 那 原理什么分别之繁体 它不周遍于理分别 为什么呢 比如说 比如说 里分什么 这个分别的别 也就是分别的别 比如说 比度 还有呢 乙 还有呢 就是贪嗔痴等等 就是所有的分别 就是所有的分别的就是别 就是别 都是离分别 远离分别之自繁体 自繁体 因为这些都不是分别的繁体 它是分别的别 所以呢 不是分别的繁体 所以呢 这些都不是远离分别之繁体 但是 这些都是离分别 不是离分别的意思 对对 不是离分别的意思 比度 乙 唐痴痴 这些呢 都是远离分别之自繁体 但不是离分别 因为这些都是分别性 好 那今天 接下来呢 我们要讲的是 现前的现象中讲到的就是第二个条件 五错乱 那这个五错乱呢 五错乱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五错乱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那这个方面呢 也有三种的就是说法 也就是说 有三种不同的主张 那第一呢 某人说 对自自趋入境 五错乱及五错乱义 五错乱的定义 也就是说 我们这里指的是五错乱 那讲到五错乱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在一个对境上适逢错乱 它的界限就是对一个什么 某一种对境 对某一种对境 适逢错乱就这样 如果是错乱的话呢 它就是错乱 如果这个对境上没有错乱的话呢 那就不是错乱 五错乱 那这个对境到底指的是什么 有境的对境呢 它有四种 对不对啊 之前我们在社略学里面讲到的就是四种对境 第一 显现境 第二 所取境 第三 趋入境 第四 单着境 那这个五错乱呢 到底在哪一种对哪一种的对境 五错乱呢 指的是哪一种对境上五错乱 那第一个说法 有人说呢 就是五错乱的意思就是说 在自己的趋入境 对自己的趋入境五错乱 这就是五错乱的定义 那这个呢 那第二呢 就是又有人说 又他人说 对自所恋的所恋 自所恋五错乱 及五错乱意 又有人说第三个主张 未有暂时的四种错乱 因而错乱 因而错乱 那接下来呢 就是自宗在就是破那个对方 也就是在破那个对方的主张 那第一呢 就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一起 一起就是 一起在破 那第一主张是什么 所谓的这个错乱呢 他说 对自己的趋入境和他的锁链错乱 所以呢 就是错乱 那我自宗是怎么破的呢 也就是说 出二折不应理 不应理 那为什么呢 因通达生是无产的比度 一般来说 虽然是错乱 然 对自己的趋入境与所恋境 所恋不是境啊 所恋不是故 不是错乱故 因对比二折是恋故 恋故 那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 嗯 上面所述的就是这两种定义是不对的 第一呢 如果 对自己的趋入境无错乱是无错乱的定义的话 那必须要是同意的 也就是说 定义的话 那必须要是同意 那同意的话 必须要互相周骗者连者 所以呢 因为是不周骗 所以呢 不是他的定义 就是一个 就是错误的 那怎么不周骗呢 意思就是说 对自己的趋入境无错乱的话 不一定是无错乱 比如说通达身世无常的比度 那这个比度链呢 他虽然对自己的趋入境是没有错乱的 他自己的趋入境是没有错乱 为什么呢 对自己的趋入境是通达的 他通达自己的趋入境 所以呢 没有错乱 但是呢 他是一个错乱 他是一个错乱 一般而言 虽是错乱 这个意思 但自己的趋入境上 是不是错乱 为什么呢 对自己的趋入境上是恋 他是通达的 最新不器官的 好呢 第二个主张也是一样的 不是他的定义 这个定义呢 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对自己的锁链 无错乱的话 并不一定是无错乱 比如说 通达身世无常的比度 他虽然是错乱 但是呢 不是啊 他虽然在自己的锁链上没有错乱 那反过来也可以 可以这样举例子啊 比如说第一 对自己的趋入境无错乱 不是无错乱的 不是无错乱的定义 为什么呢 嗯 这个还是 还是刚才的那样吧 就是这样反驳的 好 那接下来呢 第三个主张 不是啊 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前面的两种主张呢 呃 就是在破 他 就是他中的 就是他中的时候 举了两个列子 第一就是什么呢 通达身世无常的比度 那下面是 呃 呃 词 直色 一线 一线浅 一线浅 另外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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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根本没有自己的锁链的对劲 锁链的对劲 因为它的锁链的对劲是完全不存在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凡夫的相续中的直色的一线 它是闲而不定的一个心法 闲而不定 也就是说虽然能显现到它的对劲 但是就是没有通达它的对劲 不通达它的对劲 就是闲而不定这个意思 所以反是有自己的锁链对劲的有劲的话 那它必须要有一个通达的对劲 所以这个仿佛的相续中的直色的一线 它因为是闲而不定 所以它没有通达的对劲 所以它没有什么 自己的锁链的对劲 因为没有它的锁链的对劲 所以不是对自己的锁链无错乱 那上面的这 这个部分大家有一位吗 德西拉请问一下 那个异线前 此事直色异线前 它为什么是简而不定呢 词是指的是有一部经书 不知道有一个什么 经教的 有一个经教 有一个经教 那这个经教当中呢 它谈到了一种就是异线前 这个异线前呢 它就是在指凡夫心事当中的一线前 所以呢 这里面呢 词是意思是说 就是这个经教中所讲到的一线前 为什么呢 这个异线前 这个异线前仿佛的这个直色的异线前呢 它是非常的就是隐蔽的 它是非常隐蔽 因为呢 它只有一刹那的这个时间 一刹那的时间 非常的断转 所以呢 它并没有能力去通达或者是了解自己的对境 但是呢 它的对境是可以显现的 能显现 但是没有办法去通达对境 因为这个生意线前的这个时间是非常的断暂 只有一刹那 只有一刹那 所以呢 它是非常隐蔽的 这样可以吗 我明白了 就是凡夫的一线前 太过短暂都觉察不到 所以它是显而未定 为什么 它为什么是显而不定呢 因为它升起的时间是非常的断暂 只有一刹那 所以它没有办法通达自己的对境 只有显现而已 另外呢 又讲到了 它是非常隐蔽的 隐蔽非 仿佛是没有感觉到的 这里面讲的就是一刹那 就是非常的就是断暂中的那个断暂 非常的短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哥现在我想请问一下 这是以直色来讲 不是通常都是跟线前才是直色吗 不是通常都是一线前 它指的是直色的一线前 这个直色的一线前呢 也不是所有的 普特切罗的相续中的一线前 它特别指的是凡夫相续中的直色的一线前 因为它是呢 只有它升起的这个时间 只有一刹那的时间 非常的断暂 所以呢 它没有办法了解自己的对境 正因为没有办法了解它对境 所以它没有 它没有什么呢 自己的锁链 锁链的对境 这个链呢 通达的意思啊 锁链 所通达的对境 所以呢 它是无错乱的 这个一线前它是无错乱 但不是上面他宗所说的 对自己的锁链 无错乱 为什么呢 这个意识它根本没有 什么 自己的 锁链可言 可以之前讲 这是不存在的 这里面指的词是 词指的是呢 有一个就是 有两句吧 有两句金教 有两句金教 那这个金教当中 它有提到了 一种 一线前 那提到的一线前呢 特别是指的是 凡夫相续中的 直色的一线前 所以呢 这里面就提到了什么 词是 词就是说嘛 词是 直色一线前 也就是说 就是在那个金教当中 所提到的 直色的一线前 它虽然是无错乱 但不是你说的 这个无错乱的定义 因为它没有锁链的对境 所以呢 不是你所说的那个 什么定义 所以呢 你提到的这个定义呢 是错误的 不对的意思 好 那接下来呢 第三者 第三主张呢 就是 未有战时的四种 错乱因 而错乱 我记得上次 跟大家 就是提到过 你就是战时的四种 错乱因嘛 战时的四种 错乱因呢 一般是 就是 错乱这个 什么 错乱根式的一个 就是根 根式的一种 错乱因 一种错乱因 那这四种指的是什么呢 错乱因 有四种 就是一般 我们的根 就是根式 根式呢 错乱的时候 它有 不同的四种的因 而错乱的 那第一呢 就是 错乱因在于 就是 所在尽 错乱因在于 所在尽 所在尽的 所在尽 对啊 错乱因在于 所在尽 错乱因在于 哪一 这个哪一 指的是 错乱因呢 主要在于 这个心法的 不共真善缘 哪一就是不共真善缘 所以呢 第二个就是 错乱因在于 哪一 那第三 错乱因在于 所远远 那第四呢 错乱因在于什么 嗯 先等一下 我看一下这个 有没有拍下来啊 嗯 嗯,错乱音在于,嗯,在这里,我传给大家。 嗯,嗯,嗯. 嗯,在微信上已经传到了,那我没有办法,可以,也可以传在这个上,有四种的错乱音。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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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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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看一下错乱四因 那根是呢 它错乱的原因 它有四种 有不同的四种 生息错乱意识的四种原因 这里面讲的也不是意识啊 就是根是根 根的心法 就是根之 一般呢 它错乱的 它就是干扰 它干扰的这个 对象呢 就是 根 也就是根式 根式 所以呢第一呢 是因在于 处境也就是 错乱的因在于 处境 比如说 如 趁船 呃 沉船时 见 树木行走 应在自身 不是这个意思啊 那第一 就是比如说 这里面讲到的 就是床嘛 对不对 比如说一个人呢 就是坐在船上 那就是这个船 它开得很快 对不对 船呢 就是它的这个速度呢 很快 所以呢 它看那个什么 旁边的树木的时候 就好像是树木在走 所以呢 这样的演示 它所看到的树木 在走的这些印象呢 其实树木呢 没有在走 但是 它执着为什么树木在走 那这个为什么 它错乱的原因在于哪里呢 在于船上 也就是说 这个人所存在的这个对境上 因为呢 船 它的速度很快 所以呢 就干扰了 它的这个眼知 眼知 显现着这样一个错乱的显像 第二呢 应在自身 应在自身 如 眼并 什么 这个是 炫 炫什么 炫意 远并 炫意 见眼前毛发乱朵 发乱坠 比如说 这个呢 因为他的眼睛 眼睛的问题 所以呢 他就是 在看前方的时候 好像是他的头发掉下来一样 就是看到了很多的头发掉下来 其实呢 他的头发没有掉下来 那为什么他还就是看到头发掉下来呢 因为他的眼睛的问题 眼睛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错乱就在于他的什么呢 错乱在于他的这个 那 能一上 能一 也就是说眼根 眼根有问题 这个呢 第二种错乱因 也就是说 错乱的因在于 能一或者是不共的真善缘 他的眼跟上面 所以呢 就显现成 就是这样一个颠倒性 产生了这样一个颠倒性 那第三 第三呢 就是因在于对境 如见于什么 什么 啊 这个呢 不知道 那我们一般呢 对对 我们一般是怎么讲的 就是 比如说 火把 有一个火把吗 对不对 那火把 这个火把呢 就是 我们这样 转得很快的话 它的速度 转火把的那个速度 快的话呢 那就 我们的眼睛看到 看这个火把 就是在转的时候 好像是看到一个那个 火轮一样 火轮 那虽然 什么呢 实际上 那个火把 它不是火轮 但是我们的眼睛 什么呢 就显现出来 它是一个火把 这为什么这样的一个 显现颠倒 呢 因为呢 这个音 它错乱的这个音呢 就在于这个火把上 这个对近 火把上 因为火把呢 它的那个轮转的速度 非常的快嘛 所以呢 就在于什么 音在于对近 那音在于五间元 也就是说 五间元呢 是 跟现前的 就是三种元当中的五间元 刚才我讲错了 就不是 什么 所远远 不是所远远 是五间元 如强烈的 废弄 引起意识 错乱 强烈的 废弄 就是我们 生气 的时候呢 自己的意识 还有呢 自己的这个眼睛 都会错乱的嘛 就是 外面的这些 什么大地 或什么 就显现成什么 就是红色的 等等这样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在于 在于什么 音在于 五间元上 好 那第三个主张 他总说 就是 唯 未 有战时的 四种 错乱因而错乱 也就是说 没有 没有 被战时的 四种 错乱 一 的 任意 而干扰 所以呢 就称之为 五错乱 这就是 五错乱的定义 他们是这么讲的 他总 那这个呢 对不对 第三者 也不应理 那为什么呢 如果是一个正确的定义的话呢 那必须要什么 未有战时的四种错乱 因而错乱 周片 一定是什么 五错乱 五错乱 那同样的呢 五错乱的话 也要周片 就是这个定义 那其实呢 就 它是不周片的 也就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那你如果这样说的话 如果是周片的话 就是 怎么讲 未有战时的四种错乱 因而错乱 周片 五错乱的话 那 普特切罗 我指 比如说 普特切罗 我指 我们现在是对 对方 就是在 驳斥的 就是在 什么 变类 所以 所以呢 理 理因 五错乱 意思就是说 那 这是 它的定义的话 那么 必须要周片 那周片的话呢 那 普特切罗 我指 它是五错乱吗 这里面呢 理因 它是一个 代表问号的 代表问号 因为这个理因呢 它有两种的解释 第一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 按正确的理由来说 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第二呢 是吗 现在我们是在问对方 如果你的这个定义是对的话 那必须要周片 互相周片 那互相周片的话呢 你程序周片的话 那 未有战时的四种错乱 而无 而错乱的话 那 一定是五错乱吗 那 如果它是程序的话 那 不特切罗 我指 它是五错乱吗 理因 五错乱 因为什么呢 因为 它是 为从四 战时的四种 五错乱 而升起的缘故 因为呢 这个 不特切罗 无我呢 它 没有 被任何的四种 错乱因 而干扰 或者是错乱的 但它是错乱者 那 为什么 它不是 任何的四种 错乱因 而错乱的呢 因为这四种的 因为没有 被这四种的 任意的错乱因 而干扰它的 因为呢 这四种的 错乱的对象 一般是什么 一般是 根式 它不是意识 所以呢 不特切罗 我指它是意识 不是根式 所以 所以 这四种 错乱因 不会干扰到它 这个意识 所以 有时候 大家要记住 离音 五错乱 这个呢 意思就是说 普特切罗 我指 是五错乱吗 这个意思 因为它是 没有被战时的四种 错乱因 而错乱 就是在问 在问它 如果这个是 正确的话 那这样吗 就是在问 那意思就是说 这个 第三个主张呢 为什么不对呢 我们总结的话 就是这样 未有战时的四种错乱 因而错乱 不是 五错乱的定义 为什么呢 因为反是 未有战时的四种错乱 而错乱的话 不周遍于五错乱 比如说 不特切罗 我指 或者是 法我指 这连者 都 什么呢 虽然 他们不是 未有四 战时的四种错乱 因而错乱的 但是 是错乱 连者都是错乱 因为 连者是颠倒心 那为什么 这连者 不是有 战时的四种错乱 因而错乱呢 因为这连者呢 是意识 但是 这战时四种的 它是怎么 这连者是意识 所以呢 战时的四种错乱 因不会干扰 不会错乱 不会干扰 这四 这两种意识的 因为呢 战时的四种错乱者 一呢 只会错乱到 根式 比如说 我们的眼视 耳视 鄙视 等等 这样的 就是 外在的这些 根式嘛 不会错乱到 内心的意识 那 那另外呢 为什么 它不是 有四种的错乱 因而错乱呢 它虽然是错乱 这连者 也就是说 普特切罗 我指的 它虽然是错乱 但它的错乱因不是在于 这个普特切罗的 所 所在处 也不在于什么 那也不在于什么呢 就是 它的冷一 错乱因不在于冷一 错乱也不在于 五间因 错乱因也不在于 它的对境 所以呢 它不是 被这个 暂时的四种错乱 而错乱的 那它的错乱因 是什么呢 我请问大家 它的错乱因 是什么 普特切罗 我指的错乱因 是什么 异攻向吗 异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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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它的错乱因 在于习气 习气 因为我们对这个 我的贪爱 是非常的重 所以呢 留下的那个 喜气也非常的厚 所以呢 往往 虽然我们没有感觉到 这个对境 是我 或者是无我 但是呢 我们都会显现 在我们的心中 所有的对境 都会显现一个什么 独立自主的 不关在任何的一个 因的 这样的一个 什么 情况 这就是 因为呢 我们对这个 我的 习气 就是太重了 所以呢 它就会什么 对境呢 虽然不是 有我 但还是会显现出来一个 有我的 这样的一个 状况 所以呢 这四种 错乱因 可以说是 外在的 错乱因 那 那内在的错乱因 就是习气 习气 但是有一种啊 但是有一种呢 由于这个中派的 由于这个中派的影响 就是中派的影响 所以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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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派的影响 所以呢 他就 什么 有一些法 就是 执着为什么 执着为 有我 的这样的一个 我执呢 应该是这样讲吧 简单来讲的话 就是由于中派的影响 所以呢 产生的 扑特切罗无我指 扑特切罗无我指 这个是什么 这是外在的一个 呃 什么 外在的一个 就这样吧 外在的这个错乱因 而干扰 生起的错乱 那外在的因 只有四种 外在的错乱因 只有四种 那四种当中是 什么样的错乱因 被 干扰呢 也就是错乱呢 这四种当中呢 就是有一个 因在于 哪一之上 哪一呢 刚才我讲过 哪一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 呃 不共争善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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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就是由于一些宗派的影响力而产生的 升起的扑特切罗无我指 这是 有什么呢 有什么呢 外在的错乱因而错乱的 不是内在的 那外在的因是什么 就是因在于不共争善缘而错乱的 不共争善缘呢 是什么 也就是说 这个普特切罗的意识 他的意识呢 就是不共争善缘 因为呢 就是 呃 什么 宗派的 影响力 改变了他的意识的对 意识的对这个 对境的了解 所以呢 他会升起 扑特切罗无我指 比如说 外道 对不对 外道呢 他们说 一切法都是由我 不是无我的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呢 他们有他们的主张 他们有他们的宗派的一个 见解 所以呢 他们就什么 学习这些 呃 主张 见解 等等 所以影响到他们的意识 改变了意识 对法的这个见解 了解 所以呢 他们 往往都会什么 执着为 有我 不会说 无我 所以 这样的一个干扰呢 就是外在的干扰 不是内在的干扰 好 那这个呢 这个部分已经讲完了 那自中 那然后最后就是自宗 那下面的就已经是什么 已经破出了就是四种主 三种主张都是不对的 那第一是什么 就是对自己的去入境 无错乱 无错乱 无错乱的定义 这是不对的 那第二 那对自己的锁链 无错乱 错乱的定义 也是不对的 那第三 有 未有战时的四种错乱 因而错乱 这个也不是 无错乱的定义 无错乱的定义 那这些都已经破除了 那自宗的 他中的三种主张已经破除 那自宗的 那个无错乱的定义 意思就是什么呢 自宗对自显现尽 无错乱的了知 即无错乱知之义 那这里指的是 无错乱知啊 无错乱和无错乱知 是有区别的 他加了一个 因为呢 他的定义的后面 加了一个了知 所以性向的后面 必须要加一个知 对不对 那所以呢 对自己的显现尽 无错乱的了知 就是无错乱的 无错乱知的性向 可以这样讲 那性向和 如果这个名向上 不加这个知的话 那就成为什么 无错乱 对不对 那无错乱的定义是什么呢 在他的性向上 在他的性向里面 也不能加这个了知 对自己的显现尽 无错乱 就是无错乱的定义 可以这样讲 对自己的显现尽 无错乱是无错乱的定义 对自己的显现尽 无错乱的了知 是无错乱之的定义 所以呢 不错乱不错乱是不是指的是 自己的趋入 对自己的趋入境错乱 或者是自己的 什么 单着境错乱 或者是 什么 单着境 还有一个境吗 两种 三种 四种 没有 就是四种 显现尽和 区 什么 这两种是同意吗 显现尽跟什么 所取近是同意 所以呢 所谓的这个错乱呢 不是对自己的趋入境 还有单着境错乱 不是这个意思 那错乱的意思就是说 对自己的显现境错乱 所以呢 称之为错乱 就这个意思 好 那接下来是第三个刻板 断针 断针 那断针呢 就是意思就是说 自宗的这个定义 就是他中有一些人 就是对自宗的这个定义上 就是有所反对嘛 他们有所反对 意思就是说 你破除了他中的这个 想法 还有呢 成立了自宗 但是你自宗 你的自宗也是不对的 意思就是说 他就是 对自宗 也就是对我们的这个 嗯 什么 对自己的显现境 无错乱 这个呢 就是无错乱的这个定义上 他也有一些什么 就是 不同的想法 也就是说 他就是在 什么 反对 所以呢 断针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这个反对呢 就是我们要断出他的这个反对 也就是说 嗯 就是破除 他的 反驳 对不对 破除他中的 对我们 对自宗的反驳 这就是什么 断针 那他们是怎么 呃 要反对的呢 有人说 就是 博说 博就是 反驳 对自宗的 自正线前尾有法 理应 非理分别 因 具有分别故 有周片 因是 因 具有 与 离 远离 相未故 因 成立 因 比 与 分别的 体性 五二 同 住 故 因 二 则 无论 旧 在 就是 近 或者是 实 或者是 自性 而言 都是 成住 同志 的 故 譬如 跟 家处 一起 居住者 就 称为 具家处 达 无过失 那这里面呢 他是怎么 反对的 也就是怎么 反驳的呢 那如果 自宗的 定义 是 对自己的 显现境 无错乱 是无错乱 的定义 的话 那他就是有 不同的什么 就是反驳 也就是说 那如果是 这个是定义 的话 是准确 的话 那他说 这个也是 不对的 为什么呢 这个是 李飞别的 这个 部分 李飞别的 部分 对 对 不是这个定义 是上面的 李飞别的 这个定义上 他就是在 反驳 第一个定义 李飞别 那自宗的 定义呢 是什么 李飞别的 定义是 就是 李远离 直指 身 亦 堪为 混合 当者 是 他的意思 是他的意思 也就是说 这里面的 就是远离 李飞别的 意思 李飞别的 意思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他宗 反驳说 那如果 这是准确的话 那 李那自证 什么 李那 分别的 自证 现前 是李 分别吗 不是啊 因为他 不是李 分别 李 应 非 李 分别 他是 他不是 李分别吗 因为呢 他有 具有 分别的 缘故 他是这么讲的 他有 具有 分别的 缘故 意思就是说 李那 分别的 自证 现前 他不是 李分别 他不是李分别吗 因为 他 有 分别 的 缘故 那有 周片 的意思 就是说 这个道理 呢 就是 周片 情理 为什么呢 已有 具有 还有呢 具有 分别 和原理 分别 是 相味的 所以呢 如果是 具有 分别的话 那必须 不是李分别 这两者 是 相味的 意思 那 为什么呢 是李那 分别的 自证 现前呢 他 为什么 具有 这是 他方的 一个想法 为什么 具有 分别呢 因为 他和 自己 所 李那 的 这个 分别 是 尽 实 自信 而言 都是 尘 住 统子的 缘故 那这里面 他最主要 想 跟自宗 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就是第三个 自信 自信 统体 自信 是 统体 的 意思 李那 分别 自证的 李那 分别 自证的 现前 跟 这个 分别呢 是 统体 统一个 提醒 所以呢 意思就是说 因为 是 统一个 提醒 他 所以 这个 现前 他 不会 远离 分别 他 而是 具有 分别的 因为呢 他是 分别的 体性 那 如果是 这样 反驳的话呢 那 自终 回答说 五过失 没有 这样的 没有 这样的 过失 的意思 那 你这样 讲 但是呢 也没有 这样的 过失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在主张 请示 无 无由 分别 乃 理 分别 一折 皆 难以 作答 然而 自终 是 承许 自证 分 不 喊 分别的 现象 因 远离 分别的 人 无 故 没有 不 分 没有 不离 分别 之过 没有 不离 分别 之过 那 意思 就是说 如果 所谓的 这个 无 分别 和 有 分别 的 差异呢 只有 什么 离 分别 的话呢 那 你 反驳的 这个 是 就 难以 作答的 就是 很难 什么 回答 但是呢 自终 不是 这样 认为的 自终 所谓的 这个 离 分别 的 这个离呢 它有两种的 说法 第一 就是 不含分别的 现象 第二 没有 被什么 分别心 干扰 燃污 所以呢 就是说 离分别 大家要记住啊 这里面讲的 离分别 所谓的 这个离呢 它有 两种的 说法 两种的 含义 第一 不含有 分别的 现象 第二 远离分别 性的干扰 远离分别 性的干扰 所以呢 就是 就是 什么 刚才的 那个 嗯 那 离那 分别 自证的 现前 因为呢 它没有 不仅呢 不含有 分别的 现象 还有 远离了 分别的 干扰 也就是说 没有被 分别 性 干扰 所以呢 它不是 什么 所以呢 它是 离分别 性 它是离分别 性 不是 不离分别 性 没有 不离 分别 之过 应该是 这样的 这样讲 大家听懂吗 喂 呼呼的 那就 那算了 这个 没关系 我们再 再 再想一想 再想一想 那再讲一遍 这个 诊断 那有人说 就是 上面所述的 自中的 这个 什么 自中的 离分别的 这个定义 是不对的 那 为什么呢 他说 离难 分别的 自正 现前 他不是 离分别 因为 他 具有 分别 为什么呢 因为 他 跟 所 离难的 分别 有同体 的 关系 所以呢 他 离不开 这个 分别 这个 现前 是他离不开 现 分别的 所以 他不是 离分别 意思 那 自中的 这个答案呢 五过失 没有这样的 没有这样的过失 你所想象 没有这样 你所想象的 这样的过失 为什么呢 如果 离分别 有什么 有无分别 离分别的意思呢 就是 无分别的话 就是称之为 离分别 有分别的话 那称之为 什么 有分别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离分别的 适逢 离分别的 界限在于 直在于 有无分别 的话呢 就是 答案是非常 就是很难 做答的 但是 自终 不是这样认为的 我们所说的 这个离分别 不是说 有分别 就是 不是分别 离分别 无分别呢 不是说 离分别 那自终的这个 离分别的离 是什么样的一个离呢 它有两种 第一 不含有分别的现象 所以呢 叫做离 第二种 远离分别的干扰 所以呢 它就是离分别 正因为呢 它远离了这两种含义 所以 什么 刚才的那个 离那分别的自正的现象呢 它不是非离分别 它是离分别 它是离分别的 为什么呢 它既没有含有分别的现象 又从来没有被这个分别性的干扰 所以呢 它是离分别的 比如说我们的演示 对不对 看颜色的这个演示呢 它是离分别 为什么是离分别呢 因为这个分别性没有干扰到我们的演示 所以呢 它是离分别的 第二呢 分别性的现象 它没有含有这个分别性的现象 所以呢 它是离分别的 所以上次呢 这个作业里面 我记得也有讲到 就是无分别和离分别是应该要 应该要分清楚的 有区别的 离分别和无分别是有区别的 好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